六天講迴等 現在回到基板 佛心自在 許正義彩莫展 現場展出很多百許正義近年來 所有的冠世銀菩薩發生 內容非常豐富精彩 歡迎大家全攏觀賞 這關由許正義所有的冠世銀菩薩的衛生 是非常特別 跟一般民間所有的並沒有完全相同 從小的時候開始有非常的許正義標示 他在歸道的時候並沒有設定怎麼歸 但是要有一個正正的心 心境的不一樣 歸出來發生也不一樣 關心不剎呢 它有三種化身 甚至有更傳說中的更久 更多的 比如72啦 82來80幾 那當然這個千萬的化身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於有一個沉靜的心 你的心如果今天你是很尊敬的 很沉靜的 很愉悅的 很快樂的 你畫出來的滑像就會有不同的顯現出現 所以呢 我覺得 畫觀音的當下就是你的心境 看完這張作品 議員圖書不要說這張作品 畫得非常好 真大的大家正來欣賞 我覺得那個許大師他所呈現的觀音 跟我們一般看的觀音的圖像 的神情上有點不太一樣 這是應該是他自己 由內心所想像的他的觀音的面容 所以說他所呈現的是比較自由 比較隨性 但是他的那個國畫的筆墨上的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細緻 也真的值得來一看 店長表示 六江是一個文化的孤島 廟宇也非常多 既然大家也都非常堅持 這次的展覽是非常適合 那這次大多數啦 都是觀世音菩薩 那裡面也有觀聖帝君 也有那個這個媽祖佛 那整個展覽的會場看起來 都非常的莊嚴 希望說這條這個電浪 可以讓更多有限 來感受六江的這個文化 而且這次電浪所有的作品 都是水墨畫 整個氣氛非常非常的好 那在這裡我也要邀請 所有的我們這裡的觀眾朋友 來到六江 無論是來吃老闆 來吃宵吃 大家會記得來公會堂 看這一次的一個展覽 會讓你收穫滿滿 這次的總共電出六十幾百的作品 電機是由十四盒開始到這位攝影 歡迎鄉主的鄉親 可以坐到六江公會等行送 新中華新聞創定稱 六江 蔡宏博德